大家好,说一说这两天正在大陆热映的灌篮高手电影版 相信这可能是很多大陆网民他有生之年第一次正儿八经的 给灌篮高手这部漫画或者说作品吧,花钱 为什么呢,因为像老竹那个年代基本上都是天天窝在教室里边 同学之间私下里互相传灌篮高手的盗版的单行本 当年想买个正版可能还真未必那么容易 然后更扯淡的是老竹当年还看过刘春风和仙道 好像是叫仙道,我忘了,俩哥们谈恋爱的这么一个本 然后因为画风跟景上雄雁,就是他作者景上雄雁的原版特别像 老竹一度以为那是正版,当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同人本 也不知道什么叫府,就是府女那个府嘛,那个文化我也不知道 导致我都看惊诧了,我说啊,刘春风和仙道怎么这个接吻了 我特别震惊,就感觉贼眼上瞎了,再也不看灌篮高手了 但是无疑灌篮高手呢,对老竹当年是有非常大影响的 基本上下课必看啊,当然对我来说 我主要是看他里边这个热血啊 里边的像这种很多人喜欢赤木情子啊 其实老竹不喜欢,因为他是一个完美女主形象 我对完美女主形象一直就不太感冒 总之呢,基本上啊,当年是一边看着 科比奥尼尔,胡人队比赛 一边呢,就是下课十分钟啊 我们也要去楼下打篮球啊,就这么一个年代 我觉得后来我身高长得高,可能跟这有一定关系吧 是吧,像一米八五怎么长的,一方面是金一船 瓦巴比较高,另一方面呢,就是本身 利用一切时间啊,去撑这个腰身啊 可能软骨没准撑高了啊,都可能 安年卫反过来说啊,灌篮高手在国内上映了 然后景上熊燕呢,他在推特上面 给中国这边市场呢 做了一个手绘的 这么一个版本,你看就这么一个版本,一个插图啊 是里边的工程良田,他呢,在那转球 他说中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电影灌篮高手啊,今天起在中国上映了 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对创作者来说 制作出一个全新的作品 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喜悦 我希望呢,这个第一次的灌篮高手啊 可以让大家也乐在其中啊 然后呢,你看Hello China 然后就有人发现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China呀,你要是红的 然后H这个字啊,打的是黄色的底色 但是和他后边的背景啊,颜色是一样的 但是你把这个红色部分,单拉出来 变成CINA CINA这个词呢,就有争议了 有人说CINA这个词,它是代表着支那 然后这个就非常有侮辱性了啊 因为支那什么词,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知道的 不用我再赘迪述 这是过去西方吧,其实日本人为主啊 日本人,就真的 支那这个词是日本人最开始推广的 从历史来说,稍微科普一下啊 历史来说,最初啊 CINA,CINA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印度的这个梵语 梵语里边就有CINA这个词 它一直大秦啊 你可以叫昌南啊 其实昌南,我们你要求过九南英国教育 你会知道过去古时候 有一些国家馆中叫昌南 昌南这个词,其实就是CINA这个词的一个变音 也是支那这个词的变音 CINA这个词呢,你在繁韵里边 它的意思其实是说一个非常广博 这么一个国度 一个类似于广博的一个国度 它其实是一个含有褒语成分的 但是为什么支那这个词 后来就是它的谐音梗 它的谐音 后来变成的贬音呢 是因为日本在清华之前 它坚持用这种说 它不叫中国 它用这种 它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的 就是用一个古时候的 其他人对类似于中国的教法 它认为呢,更适合用来一个贬移性的讽刺 所以日本当时对清朝 对民国很多时候的这个官方文书 就会用这个词 当然后来咱们二战胜利了嘛 就要求日本不许再用这个词 日本后来官方也确实没有再用过 但是这个词呢 多多少少 有些人是知道什么意思的 尽管你去日本街头 我看过情观采访 就问,有人问说 你知道这个支那这个词什么意思吗 日本的大多数 99%民众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少数知道呢 他也知道这不是好词 他就不说 他说,不好意思啊 你现在要什么忙就走了 但大多数人就一脸懵逼啊 什么意思 他确实不知道 明白吧 但是毫无疑问 日本有些右翼还是会用的 当然这个全民众先最广的 反倒不是日本人 反倒是像什么香港人啊 什么台湾人啊 对吧 有一些海外的一些都论运啊 这些这些这些 这些反华的反贼的这些人 那大多数都是中国人 或者华人 这个群体他们在用 对吧 所以警察同学 你把这个CINA单拉出来 有人说 你是不是在讽刺中国 当然啊 当然 我看到有人解释 知乎评论区就要解释 我们来可以来看一下啊 要说啊 你看这是我们的国旗 你看 就是黄色的部分 大概在左和左中这个位置 然后呢 警察同学 所以把这个黄色的这个五星 黄色的位置 也放到了 跟咱们的黄色的这个星星 大概一个水平位置上 他认为就是你看 C这个H对不对 和这个黄色星星 大概是一个位置 一个区间 再为什么这么说呢 是因为他给这个越南的版本 他也有也有样的 因为越南和中国的国旗 国旗配色是一样的 就是有这个红色部分 有黄色部分 只有他们的黄色的五角星 是在正中间 所以你瞧 你看这是越南的国旗 黄色星星是在正中间的 跟咱们就是说 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嘛 一体同源 所以说你多想了 对不对 人家几乎雄雄呀 只是在用一样的 这个国旗的逻辑 来给你设计 这段话 这是一个完全基于 艺术设计的 这么一个构图 好吧 那这个说法 他是否站得住脚 当然站得住脚 没有问题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很多人呢 他在说 他说这个 最高赞 你看看下 八千七千赞 说如果一个外国人 能够做到完全不辱华 那他肯定 对所有辱华的点 都了如之掌 那么他就已经辱华了 这是一个悖论 就是说 你怎么知道他辱华了 因为他知道所有的 这种侮辱你的东西 他知道 所以他才能完全规避他 这好比说 有人做这些网络审查 他怎么知道 这个网络审查 哪些是该审的 说不能给他过审 哪些是不该审的 当然他就有个本 这本里记录了所有的 说哪些东西 属于黑名单的 不能说 你也属于敏感词 不能说 他基于这个 他能知道哪些 这些网络去给他禁掉 不让他过审 但为了去知道这些东西 他等于把所有的敏感词 关键词 平底词 他全看了一遍 等于反而这个人 他其实是最了解 什么是辱华不辱华 或者哪些是敏感不敏感的 这是个悖论 这也是我认识一些朋友们 也不是朋友 就认识一些人 他们过去就是做这类审查的 结果凡是做这些人 你看做这种审查的人 说敏感词平底词 他们应该最爱国的 他们应该意志形态最坚定的 结果反而 他们往往特别的 反贼或者公知 他们对于中国的信心 反而是最不强的 往往这些人 他们在做审查 为什么 就是看的负面的东西太多了 有点像前一阵美国 不是有一个 也不是替罪吧 还是怎么着 就是美国的那个 有一个泄露案 五角大楼泄露案 他里边有一个21岁的哥们 他被抓了 他是专门做这种网络性安全的 有人说呢 他其实能接触很多 相对比较敏感的信息 他可能看多了 然后他对美国的这个未来呢 就感到这个这个这个 不够有信心 哪怕他们家是个君二代 其实逻辑是一样的 说到这儿 你是不是觉得有道理 对吧 井上雄言 井上雄言 这是少年诈谱 就是少年 就是基因社 他们的最资深的漫画家 当年都是和这个 像那个福建一伯啊 等等一代的人 可能比这个鸟山明 那个级别要差一点 就是他们要晚一辈 但他和至少和福建一伯等等 就是画优优白书啊 群之恋人啊 那一拨人 他们是一代人啊 然后你再往后 你像这个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民工曼 死火神 否则了 火影 死神 海贼王 他们其实要比这 要稍微的晚一代 晚一代 基本上属于90号 00号的这么一个区别 按说你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这个财富自由了 因为他光靠 灌篮高手这一步 他就可以就说 做财富自由了 基因社给他的漫画家的 这个薪酬待遇啊 或者这个这个这个版权费 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他犯不着 说为了钱 去做任何特别扯淡的事情 但我们看来就很扯淡 他辱华 还说没有这个动机啊 好 而且我也相信 大多数人肯定不愿意这么相信 为什么呢 就是对我们来说啊 比如说啊 鸟山鸣 或者说这个这个这个 笔记起猫多拉一梦 对吧 或者说像警察熊眼 这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 他皆是我们的童年回忆 大多数人自然不希望 他有任何负面的东西 这好比说你的初恋 你一定会希望你的初恋啊 假如说你没有 跟他表白被拒啊 这种事的话 肯定更希望 你的过去的某一段 记忆特别美好 你不希望 有任何人跟你说 其实你那段回忆啊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 那么完美 他有很多很多 这个阴暗的 肮脏的 阿杂的 负面的东西 可能很多人希望啊 他是完美的 就比如说警上熊眼啊 哥们带来的像这个 灌篮高手 对吧 刘春风啊 什么赤木钢线啊 这个鹰木花道啊 对吧 篮球啊 很多人的篮球 这个这个兴趣起盲 就来自于当年看人别 或者看灌篮高手 是不是 当然多少迷迷迷迷 喜欢刘春风啊 帅哥啊 这个金玉戏无口啊 然后啊 喜欢这个赤木青子 这样的这种完美女主形象啊 当然老竹不喜欢了啊 这时候你跟他说 哎 这个作者他反华啊 他用直纳讽刺中国人 大家本能的啊 从感性层面 是不太能接受的 所以自然的会去洗 所以你要知乎这个事 很多人凑在一起 他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引导 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 其实是不喜欢这个东西的 不行 有人跟说 你当年的偶像 你当年这个带给你 完美的美好的童年回忆的人 他是一个反华的人 我靠 他这个我跟有价值观 就完全这就相悖了 他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会用尽一切的精力 去寻找 能证明 哎 这是假的 景上巡演不是这个意思 就人就是这样的 人会通过 人会 当他接受的信息 和他这个认知 产生冲突的时候 他往往会尝试 把这个信息扭转成 跟他的这个认知 情报 信息总是扭转成 跟他认知一样的事情 人就是这么一个保守 古板传统的动物 其实这也算是某种偏见 好吧 但是 重点来了 老猪告诉你 景上巡演 这不是第一次 并不是第一次 我告诉你 当年2019年 景上巡演 其实是干过类似事情的 就是景上巡演 他曾经在 不是2019 2017 2018 我忘了 就是当年香港的 这个骚乱事件的时候 景上巡演 老猪记得清清楚楚 老猪记得清清楚楚 甚至作为这个新闻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在全城 跟香港的这个暴乱的事情 所以我对这个事 记忆忧心 景上巡演 确确实实给港独 还有香港暴乱分子 还有相关这帮人 点过赞 你看老猪是不是在造谣 我告诉你 没有 有证据 我们看看 2019年新闻 有网友发现 灌篮高手的 灌篮高手的作者 景上巡演 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 连续点赞了 支持港独 请向的推文 包括这赫野太郎 对吧 赫野太郎 是不是 那不用我说了吧 方卫省的 日本的方卫省的官员 高官 这是最反华的 这么一个官员之一 或者他的立场也这样 包括 石瓶太郎 好吧 这我就不说了吧 你看赫野太郎 石瓶太郎 都是支持香港这种暴乱 骚乱 他们这些人 对香港这些暴乱者 骚乱者 表示支持 景上巡演 没有直接转发 但是他给这些人点赞 其实他出门 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 你看吧 包括说石瓶太郎 被叫做当代汉奸 国内小伙伴可能不清楚 但是日本的很多人 听过这个人 他原名叫石瓶 后来改国籍了 加入日本国籍 改名叫石瓶太郎 然后就各种各样攻击中国 然后就是填日本 说中国这不行 那不行 对吧 所以你说景上凶艳 给这个人去点赞 什么意思 是不是 所以看当然人说 跟NBA乳华事件 那个又很长 又很长一个新闻 咱们不用再回顾了 就当年说 你喜欢看NBA 喜欢篮球 你就是软饭男 是吧 你看人说景上凶艳 我们想到 你会令我如此失望 对不对 好吧 我们再翻过来看 你看完这些新闻 你认为景上凶艳的 这个CHNA 这个CNA 到底还是不是 特意的往直纳 慢慢去引 对吧 老竹不做评判 全面的信息 判断这个事情 交给读者观众自己 老爷们 你们自己去判断一下 我一说 本频道 尽量少做价值观判断 我只提供你 相对更全面的信息 让你自己去判断 而且我只能保证你 告诉你 我给你的信息 是准确的 没有造谣 像知乎这种喜地的 什么 1500赞 他还匿名 怎么日语里 根本就没有CNA这个词 SNA这个词 在日语里 没有任何意义 也没有CNA这个音 那是 日语里是没有 因为熊彦是日本人 所以日语里没有 所以他说这个词的话 就不是这个意思吗 他作为一个 对中国香港等等事 有关注的人 他想知道找一个 说侮辱你的词 因为你的语言很正常 对不对 那好比说 中国人 我想侮辱日本人 我说马路 什么意思 傻瓜 对吧 巴嘎 日本那边 才有马路巴嘎 这个词 对吧 那你说 中国没有马路这个词 中国没有巴嘎这个词 所以中国人说 马路和巴嘎 不是在侮辱你 这不狡辩吗 还有这么多人点赞 你们是在装傻吗 我莫名其妙嘛 我不知道知乎这些人 他们在想什么 对不对 这屁股太歪了 好吧 行吧 今天这个新闻说的里 公道自在人心 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